三民养殖区附13路到19路靠近堤防处设有大排水沟 是要防范大雨来时要顺利排水 不过这十多年来只要大雨就会淹水 居民发现说已经没有下雨的花冬呢 竟然排水沟还是满水位的 而现在台风又来了 居民很担忧又会占淹水 困扰的临近养殖鱼、猪、鸭子等业者 天气炎热没有下雨 但是大排水沟竟然是满水位 水都快要溢出到路面上 这里是三民养殖场附近的大排水沟 居民表示每次遇到大雨这里就会淹水 自己的养猪场淹水好几次 要好几天水位才会退去相当困扰 台风来的时候 那个火较雨大一点 水沟都满满的 对 很久才会退出去 对 不是通通淹 猪色只要这样宽 它会淹到一半 但是还是会影响到你们啊 会啊会啊会啊 另外养鱼场的老板也说 这里淹水好几年了 也因为这里地形关系比较低洼 但是更主要原因是大排水沟没有整理 光是杂草都快盖住大排水沟了 水沟的草都没有拔的 它没有清理干净的话 即使台风来的话 这积水都马上就爆了 路都没办法通 三米养殖区 13路到19路靠近堤防处 有设置大排水沟 用来防范大雨来时 能够顺利排水 不过十几年来 只要大雨就会淹水 但是居民有发现 已经没有下雨的花冬 竟然排水沟都是满水位 面对即将到来的凯米台风 居民满是担忧又再度淹水 困扰临近养殖鱼猪鸭等地的业者 当地居民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记者高尚双语正采访报道